大家好,今天是7月20日 今天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很多人都說北水很厲害流入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昨天在中午已經說 好像歐歐地上去了,北水會來的 下午呢,北水就下來了 下午的程度幅大 就說是超過2020年 6月以來的這麼多 有人會問,是否阿爺來救市 理你也傻,阿爺怎麼來救你呢 只不過是說 一,你跌到這麼多時 到某些情況之中 就會有到一個是 別人的錢就會滑來的了 因為這個世界有一件事 當鑽石賣到玻璃價的話 鑽石一定會是油價的 玻璃賣到鑽石價呢 一定會爆煲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說 我其實已經有些文章說 去到7月時之中 美國股票呢 可能會滑下來 香港和中股票都會升上去 原因就是 始終這個一升一降 你會說 不是啊 美股也正在升 那便升 再升 再升 7隻人都撐著市 你升 是很簡單的 我們不是嘛 我們真的很慘 慘成怎樣 至於昨天北水來這麼多 我們都是這麼多的 起到升 是不是 天然那麼小 起到慢慢的 升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錢去了那裡 升得最多 就是黃金和貴金屬 煤炭等等 汽車有些升 那 半導體等等 那些去到哪裡呢 其實都去了這些 就知道了 所以還沒有一個很全面的 去搞它 的 個別股票方面呢 昨天跌了很多的螢幕啊 行政中的騰訊啊 到阿里巴巴昨天升 今天跌了 美團又是一樣的 那 很簡單 是不是 也始終就是 英雄被棍梢基灣 未知何日到中環 那你就會想著 難道天天都是負村洞嗎 樂觀點 OK的了 那 今天的市呢 升了上去之後 下回來 現在的市呢 是19009 保力加通道的中族呢 就是18978 那 不要小看 它如果還要站在 保力加通道中族上面的話呢 然後還可以再試一下上面的了 暫時來看 那個是 短期的支持位是19300 短期的支持位是18600 這個阻力位是19300 19300 19300 以及18600 大致上在這裏呢 只有這個大學都是900點左右的 博覆範籌而已 那今天有什麼估計 可以留意一下呢 那第一次就是想一下深圳國際 在河的隔離對外呢 就是深圳國際 好好的 字幕 李宗盛